我三分鐘就做出來了 好 OK 沒問題 接受挑戰 對 我要跟你比一下 然後那個 那我們那個程式語言 因為你很清楚嘛 他就是語法跟英文很類似 但重點是 因為我當初不是講他跨平台嗎 跨平台所以說呢 我們要呈現一個 呈現面給各位同學來看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是108課綱 是生活資訊科技應用的課程 那生活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 智能生活 對不對 那所以你學的東西 是不是要學一次用 同學才會記住 要不然他這個學點那個學點 你真的要他自己系統化 很難 他很難自己系統化 那可是你如果幫他系統化了 幫他累積那就不同了 所以我們從教他APP開始 簡單的APP用啊 聽說他數據上 譬如說他平常看 哇 計算機我也會做 哇 學習綠神我也會做 什麼東西他都會做 行銷子節他都會做 然後再來呢 弄到硬體的時候 我教你怎麼去打通你的那個 車子啊 然後做自己的房屋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就教同學 自己可以做出自己的一個 控制器 對 就好像一般我們小米的控制器一樣嘛 可是呢重點來了 一般你看喔 這邊我現在隨便先按幾個 你看比如說這個電動車庫啊 這些就是一般這樣控制器而已 然後伸縮衣架啊 然後你看還有電動窗簾啊 這些 對 然後我這邊還有風靈器啊 然後我也有那個 就是這些 你可以蹲上來可以看 你就已經被註視到了 那邊還是很新耶 對 就在這裡 對 對 所以它這些全部都有 然後包含比如說像大燈啊 你想怎麼去做它的情境化呀 這些都可以 對不對 可是你看起來就 哇有二十幾個功能 全部都在這個 這個smart house裡面 但這樣子還不行 其實是什麼 你可以打開一看 程式語言都秀出來 直接看到 那 劉老師您看一下 這個你一定 一看就會很懂 save the color of control situation light to pink 然後 wait one second save the color of control situation light to rain 我是在設定這裡頭的 秒數啊 顏色啊 剛剛一個情境燈 我可以自己來設計 重點是 你有沒有覺得它就很英文 對不對 那它很英文的話 同學 它等於它的接受度就高了 那當然有人會說 我英文不好 我還學這個 你英文不好 可是你學程式語言 不管選哪一種 你都要去記它的那個語言 但如果你記這種語言 是不是它你的 英文也提升了 因為我在教課的時候 我就是先教單字嘛 單字教完 教語法 然後造句 你想看幾個句子出來 就變一個APP 然後我就可以來操控這個 然後你看 像我這個 我這個 把他這樣寫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去改 然後那我現在先不改 我就先執行 執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它在做變化 橘燈 對 對 它就一個一個在改變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去改變它的這個 而且它顏色就是 也是跟英文一樣描述啊 那它的燈光的Sensor 你就可以自己去設定 看它是五百六百或大魚或小魚 它就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這個地方 對 這地方也是啊 你看在辦理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有啊 有居家的 然後有移家的 有什麼 都可以去改變它的一個城市的一個移法 但這個呢 它其實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我們說這個是算比較體驗學習 先讓同學覺得說 原來這個就是家裡的一個那個 就是未來它會生活會碰到的 然後原來用這麼簡單的一個 我就可以改變我的家裡 很多人會講說 你是控制這個模型屋 那能不能改家裡 當然可以 藝術的部分啊 各方面都可以來